第七部《变形金刚》系列遭派拉门影业拉出2019年荡期。 派拉门宣布本来预计在2019年6月28日推出的第七部《变形金刚》《TRIANS FOR MERS》系列电影,将会被拉出2019年的电影荡期,但这不代表仅期我们看不到它们踪迹了。 派拉门依旧会推出之前宣布过的外传《大黄蜂王波勒比》,由正传系列导演麦克尔贝·米球北担任监制特拉维斯·奈特·Giwis Knight担任导演并于今年12月21日上映。 原定的档期,派拉门将会以喜剧演员蒂凡尼·哈迪斯·蒂凡尼·亥迪斯所主演的《Limited Partners》取而达之, 他们在上个秋天开始计划此部电影,找来美剧《瑞恩·汉森·破案秀》的两名编剧《珊姆·皮特曼·三佩特曼》以及亚当·科尔·凯利·厄丹·科尔克利, 以及《乌龙特工Santro Intelligence》制作公司《Principitalian Entertainment》制作。 蒂凡尼哈迪斯在去年的喜剧片《嗨番姐妹型》《Girls Trip》中大放异彩 接下来她将参与两部喜剧片的演出 在环球将于9月28日推出的《笑业惊魂》 与同位喜剧演员的凯文·哈特克·Winhart Gassi 以及派拉门旗下由泰勒·派瑞·泰勒·佩瑞演出的未命名喜剧 将于11月2日推出 同时她也参与了爱宠大吉米尔赛克·拉法尔·佩萨尔的配音 也即将在明年6月7日与观众见面 除此之外 派拉门也在礼拜三时也宣布于明年5月17日 将推出传记电影《火箭人》在叶《罗克特曼》 记录史上最伟大的百味艺人艾尔顿 约翰·艾尔腾·举昂的一生 由菲英·艾迪·德·克斯特·弗莱彻·德克斯特·弗莱彻·德克斯特·弗莱彻 指导以及王牌特工2黄金圈·马修·沃恩·麦·索维尔 担任这作 故事讲述了艾尔顿墙 从皇家音乐学院到乐坛传奇性的音乐之路 还有另一部经典恐怖大师 史蒂芬金斯特·弗莱彻 дух jon于1983推出的 小说《宠物焚场》 《护塞麦特·瑞》将重新翻拍 预计于2019年4月5日试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